其人武公元442年至丙须公元446年一共五年 宋文帝元家十九年人武公元442年 春季正月假申初期北魏国主拓拔道备好车架 打着泉青色的旗帜来到道教神坛前接受福 从此以后北魏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接受福 寇千之又奏请建造靖伦宫 并一定要建得很高 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 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 宰相崔浩也力劝拓拔道兴建 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 建了几年仍未完工 太子拓拔晃劝见太武帝说 上天与世人的道不同 谁高谁低已有定分 二者不能相接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我们白白的浪费财力物力 老百姓也累得疲惫不堪 做这种无意的事干什么用呢 如果一定要照寇千之所说的去做 我请求建造在万认高的东山上 这样做公事就容易些 拓拔到没有接受 夏季 四月举渠吴会率领一万多家 舍弃敦煌 西去举渠安州那里与他会合 还没有到 善善王笔龙很害怕 率领人马逃到浅墨 他的嫡长子向举渠安州投降 举渠无惠于是占据了善善 但他的士族在过沙漠地区时 因干渴而死亡的人超过了一半 逃亡到伊吾的李宝 这时又从伊吾 帅将士二千人进战了敦煌 修缠敦煌城府 安定集结当地百姓 举渠木坚从高昌逃走之后 梁州人寒爽占据了高昌 并自封太守 唐气由于受柔然国逼迫 难以忍受 于是帅其部下 西去高昌 并想攻去高昌 柔然派遣大将阿若追杀他们 唐气战败而亡 唐气的弟弟唐和召集残余将士 投奔车师前部王一洛 这时 举渠安州正屯居在恒杰城 唐和攻克了恒杰城 又攻克了高昌 白历二城 并派遣使劫 前往北魏请降 甲虚二十八日 刘宋文帝刘一龙 因病痊愈 实行大赦 五月 龙湘将军裴方明等抵达汉中 他联合梁州刺史刘贞道等人 分别派兵攻去了五星 下边 白水三地 杨南当派遣 见解将军福洪祖聚守兰高成 又派他自己的儿子 府军大将军杨和率重兵 作为他的后续部队 裴方明与福洪祖在浊水大战 裴方明大胜将福洪祖斩首 杨和溃退而逃 裴方明追到了赤庭 又把杨和击败 杨南当逃奔到了上 裴方明升勤杨南当的侄子 见解将军杨宝赤 杨南当任命自己的儿子杨虎为一州刺史 镇守殷平 杨虎听说杨南当离开上 便率兵返回 走到下边时 裴方明已派他的儿子裴素之赶来拦击 抓获杨虎 押送到建康斩首 仇持平定 刘宋朝廷派辅国司马胡重之担任北秦州刺史 镇守该地 又命杨宝赤承继杨玄王位 驻守仇持 北魏朝廷派遣中山王昆拓跋臣迎接杨南当道平成 秋季 7月任命刘真道坐拥州刺史 裴方明未良 南前二州刺史 但裴方明慈谢了 秉言 22日 北魏国主派安息将军古弊都同拢右各支军队及朝廷内的勇士 与武都王杨宝宗从骑山向南开进 征兮将军与杨人皮豹子与狼邪王司马楚之都统关中的诸禄军队 从散关向西开进 两路人马在仇持会事 右派侨王司马文斯都统洛 与各支部队南进襄阳 征南将军刁拥东进广陵 并派人将文告传送到徐州 声称替阳南当报仇 甲虚慧 遗物 出现日时 唐气向韩爽进攻 韩爽派使节乍响举渠无惠 表示与举渠无惠共同攻打唐气 8月 举渠无惠率兵前往高昌 将要到达时 唐气已战死 韩爽紧闭城门拒绝会见举渠无惠 9月 举渠无惠带领魏兴奴夜袭高昌 血袭全城 韩爽投奔柔然 举渠无惠占据高昌 太尝试卷带着奏表到了建康 刘宗文帝下证任命举渠无惠为都度梁和沙三州诸君士 征熙大将军梁州刺史和河西王 冬季十月 吉卯初六 北魏封皇子拓跋扶罗为晋王 拓跋汉为秦王 拓跋坦为燕王 拓跋剑为楚王 拓跋鱼为吾王 假身 十一日 柔然派史节 道宋都城建康 十二月 新四 初九 北魏乡城校王鲁鲁元去世 秉深二十四日 刘宋文帝下诏 让鲁郡修缮孔庙及学校访设 免除孔子墓地附近五家住户的赋税差役 让他们清扫保护孔庙 李宝派他的弟弟李怀达 儿子李成带着奏表到达平成 北魏任命李宝为都督西垂朱军士 镇西大将军 开府怡同三司 沙州牧和敦煌公 四平以下官员 均由他秉承皇帝旨意 全权委派 刘宋雍州刺史 晋安湘侯刘道产去世 刘道产善于治理政务 老百姓安居乐业 户户复述 因此 民间流传有襄阳岳歌 一直藏在山中 没人能制服的山满 都走出深山 沿着棉水定居下来 而且人丁兴旺 刘道产死后 山满们一直送他的灵就到棉口 不久 山满纷纷叛乱 征惜司马诸之出兵讨伐 没有成功 文帝召令建威将军 沈庆之代替诸之前去讨伐山满 结果杀伤俘虏山满一万多人 北魏国主让尚书李顺 平定文武百官的等级 并据此来进行封赏赐卷 李顺接受贿赂 锁定等级极不公平 这年 梁州人徐杰告发了他 认为李顺是在公开欺军误国 所以命令李顺自杀 原家二十年 鬼魏 公元四百四十三年 春季 正月 北魏征锡将军皮豹子进饭乐乡 刘宋将军王焕之等战败 全军覆没 北魏军队尽底下变 刘宋将军强玄明等战败而亡 二月 刘宋刺使胡虫之与北魏军队在浊水相战 胡虫之被北魏所扶 剩余的部下士族逃回汉中 将军将道祖也大败 投降了北魏 北魏于是夺取了仇持 杨宝赤逃走 丙武 遗物 北魏国主前往恒山之南 三月 更深 二十日 魏主回到皇宫 仁须二十二日 乌洛侯国派使劫前往北魏 当初 北魏居住在荒凉的北方边地的时候 在乌洛侯国的西北祭祀祖先 凿石头建寺庙 高七十尺 身九十步 乌洛侯使者到达北魏的时候 说十庙仍在 魏主便派中书侍郎离场到十庙去祭祀 离场在十庙的墙壁上刻下注文后返回 十庙聚平成四千多里 北魏和监公拓拔旗和五都王杨宝宗 分别驻守在谷两旁 杨宝宗的弟弟杨文德 劝杨宝宗聚首险要 以此背叛北魏 有人将此报告给了拓拔旗 夏季四月 拓拔旗又是杨宝宗前来并抓住了他 将他押送平成斩首 前任镇东将军福达 征兮从事重廊任等于是起兵立杨文德为盟主 占据白牙 分几路大军夺取各个据点 进兵包围了仇齿 杨文德自封为征兮将军 秦和梁三周末和仇齿公 甲午24日 刘宋立皇子刘旦为广陵王 丁友27日北魏实行大赦 几亥29日 北魏国主拓拔道前去阴山 5月 北魏安西将军古壁蒸发上 高平成等地的几支军队进攻杨文德 杨文德退走 征兮将军皮豹子 督统关中各路大军到下边 听说仇齿解除为困 打算回去 古壁马上派人对皮豹子说 宋国此于这次战败 一定会再回来 你的军队回去之后再次举兵是很难的 不如再次训练士卒 积蓄力量等待宋兵 出不了秋冬二季 宋军一定会来 我们以一代劳 没有不能攻克的皮豹子听从了他的话 北魏任命皮豹子做仇齿镇将 杨文德派使节来送求远 秋季七月鬼丑十四日 刘宋文帝下诏 任命杨文德为都督北秦 雍二州诸军士 征兮大将军 北秦州刺史 武都王 杨文德屯兵加卢城 任命任为左司马 武都 殷平一代的敌人大多归附于他 甲子二十五日 刘宋前雍州刺史刘真道 梁 南秦二州刺史 陪方昆明被查出在仇池 侵吞金银财宝及两马仪式 被抓进牢狱 除以死刑 九月 心己 遗物 北魏国主前往漠南 甲臣 初六 魏军舍弃资重 绿青旗 袭击柔然 分兵四路 乐安王拓跋范 剑宁王拓跋崇 各率十五名将领 从东路进军 乐平王拓跋批 都统十五名将领 从西路进军 北魏国主从中路进军 中山王拓跋臣 都统十五名将领 作为后援 北魏国主来到陆魂谷 正好与柔然国的赤连克 寒相遇 太子拓跋晃 对北魏国主说 柔然贼兵 没想到我们的大部队 突然到此 我们该趁他们没有防备时 立刻进攻 上书另流 却竭力劝阻 他认为柔然军营中尘土很大 他们的人一定很多 到平地去与他们交战 恐怕会被柔然军队包围 不如等到各路大军 汇集到这里之后再攻打 拓跋晃说 柔然军营 尘土飞扬 是因为柔然士族惊慌失措 到处乱跑所造成的 不然 怎么会在军营上空 有如此多的尘土呢 北魏国主 魏慈也将信将疑 没有马上攻打 柔然部队趁机逃走 北魏国主追到石水 没有追上而返回 不久 俘获了柔然的侦察骑兵说 柔然国没有发掘卫兵的到来 所以当得知卫兵已到时 整个军营荒作一团 赤连克汗赶快率将士向北而逃 跑了六七天 知道后面没有追赶的卫兵 才开始缓步行进 北魏国主听后非常后悔 从此以后 美裕军队或国家大事 北魏国主都要和拓跋晃商量 狼邪王司马楚之另外率领一支部队都运军粮 镇北将军风踏逃走归降柔然 他劝说柔然攻打司马楚之 以断绝北魏兵士的良想 不久 司马楚之军中有人报告说 有一只驴子的耳朵没有了 各位将领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司马楚之说 割掉一只驴的耳朵作为证据 贼军马上就会来进犯 我们应该迅速做好准备 于是 司马楚之命砍伐柳树建造城堡 然后把水浇在上面 使之结冰 城堡刚刚建好 柔然兵就到了 由于城堡地面兵肩而滑 柔然兵无法攻城 于是就撤走了 11月 刘宋将军将道胜同阳文德和兵共2万人 攻打北魏的着水树 北魏皮豹子和和监公拓跋旗赶来营救 将道胜战败身亡 甲子27日 北魏国主拓跋道 在返回京城的途中来到硕方 下诏让太子拓跋晃 写左总管全国日常事务统领文武百官 拓跋道还说 各位功臣劳苦很长时间了 都应该按自己的爵位回到府中去养老 按时朝见或在这面前参加宴会 谈论一些治国之道 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这样也就可以了 不是于在担任繁重的职务来劳烦自身 我们要另外推荐贤能俊才来完备百官职位 12月 丁卯初一 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元家21年 贾身 公元444年 春季 正月 几亥 初三 刘宋文帝举行清庚仪式 实行大赦 人吟 初六 北魏太子拓跋晃 开始总管百官事务 拓跋道任命中是 中书兼木寿 司徒崔浩 是中章离 古碧辅佐太子拓跋晃 裁决日常政务 凡尚书给太子时都要称臣 礼仪于所称获的尊卑一致 古碧为人忠厚谨慎 善良正直 曾经因为上古的皇家院 又占地面积太大 而请求减去一半面积 赐给贫民百姓 当他进攻觐见拓跋道 打算奏请这件事时 拓跋道正在同给市中 刘树下围棋 他的心思没在古碧身上 古碧坐等许久 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 他忽然跳起来 揪住刘树的头发 把他拉下床 揪着他的耳朵 殴打他的后背 说 朝廷没有治理好 实在是你的罪过 拓跋道大惊失色 放下棋子说 不听你奏请事情 是我的过错 刘树有什么罪过 放了他 古碧把要奏请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拓跋道完全同意 古碧说 我身为臣鼠 竟无理到这种程度 罪过实在太大 说完出宫来到公车官署 脱掉帽子 光着脚请求处罚 拓跋道照他入宫 对他说 我听说过建造社坛的公事 是要一拨一拐的去干活 完工后 要衣冠端正的去祭祀 神灵就降服于他 可是你有什么罪过呢 戴上帽子 穿上鞋 做你该做的事去吧 如果是对国家有利 方便百姓的事 就要尽全力去做 不要有任何顾虑 太子拓跋晃 督促百姓重庄稼 让没有牛的人家 去向有牛的人家 建牛来耕种 然后再替有牛的人家 除地来作为偿还 通常是耕种22亩 替人家除地7亩 大概都以这种比例来进行 让百姓把自己的姓名 标在地头 这样就可以看到谁擒谁懒 同时禁止百姓喝酒和游玩 因此开墾的农田大大增加 务深 12日北魏国主拓跋道下诏说 王公以下直到平民 私自在家供养僧侣 男女巫师的人都要送到官府 超过2月15日而不交出者 处死僧侣和巫师 私藏者满门抄斩耕需 14日右下诏说 王公清 大夫的儿子都要送到太学读书 而百宫商人之子 都要学习并继承父兄的职业 不能私设学校 违犯规定的老师处死 当事人全家抄斩 2月新卫初六 北魏中山王拓跋尘 内都坐大官必变 尚书西卷等八名将领 因在攻打柔然时 没能按时到达 在平城南郊被斩首 当初 北魏尚书令刘 长期主管朝廷机要事务 他依仗主上的宠信 独断专行 北魏国主拓跋道厌恶他 北魏要去攻袭柔然韩国时 刘劝健说 如如经常迁徙 没有固定居处 上次我们出兵 劳而无功 不如扩大农业生产 广囤粮食 等待他们前来 司徒崔浩则坚劝拓跋道前去征讨 拓跋道接受了他的建议 刘为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而感到羞愧 打算想办法使北魏军队打败仗 拓跋道与各位将领约好日期 在陆魂谷会师 刘雀甲传诏令 撕改了日期 拓跋道到达陆魂谷已经六天 其他将领还未到达 柔然王于是远远逃走 北魏将士追赶而未追上 北魏军队回师 途经沙漠地带 粮食已经吃完 将士死了很多 刘又私下派人惊扰魏军军心 刘本人力劝拓跋道 抛下军队自己轻装回京 拓跋道没有接受 刘以这次军队出师无功 而要求追究崔浩的罪责 拓跋道说 各路将领延误了会师日期 我自己遇上贼兵而没有攻打 崔浩有什么罪呢 崔浩把刘甲传赵令之事 告诉了拓跋道 拓跋道抵达五元 将刘逮捕囚禁起来 拓跋道北征时 刘暗中对与他亲近的人说 如果车架回不来了 我就拥立乐平王拓跋批 做皇帝 刘听说尚书又成张松 家藏有屠衬 就问张松 刘是应该称王 成绩国家以后的大业 那里有我的姓名吗 张松说有姓而没有名 拓跋道听到这件事后 命令有关部门严厉追究查制 搜查张松家宅 果然得到了那本衬书 这件事还牵连了南康公迪林 最终 刘张松和迪林都被屠灭三族 死了一百多人 刘在位时 喜欢作威作福 将领们打败了敌人 得到的财宝都要与他同分 刘被处死后 查抄他的家财产一万万计 太武帝每次谈起这件事都恨得咬牙切齿 鬼友出八 乐平立王拓跋批忧虑过度而去世 当初北魏国主曾建造白台 高二百多尺 拓跋批梦见自己登上了白台 四处望去却不见人影 他叫术士董道秀为他占卜 董道秀说 大吉拓跋批面露喜色 等到拓跋批去世 董道秀也因罪被押往刑场斩首 高远听说这件事后 说占卜的人都应当按照六瑶的形象 去规劝人们忠于国家孝敬父母 乐平王向董道秀问卦时 董道秀应该说 高到极点就是抗 一经说 抗龙有悔 又说 高则无民 都是不吉祥的兆头 乐平王不能不以此为鉴 如果这样 再上乐平王平安无事 在下 董道秀保全性命 董道秀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当然应该被处死 庚臣 十五日 北魏国主来到卢地 吉丑 二十四日 刘宋江夏王刘义公晋升太位 兼任司徒 庚吟 二十五日 刘宋任命世中 兼幼为将军神掩之为众领军 左卫将军范业为太子詹氏 新卯二十六日 刘宋丽皇子刘宏为贱平王 三月 贾臣 初九 北魏国主回到皇宫 鬼丑十八日 北魏国主派司空长孙道生镇守统万 夏季 四月 以害 十一日 北魏市中 太宰 杨平王杜超被手下的魏市杀死 六月 北魏北方地区百姓杀了利益将军 衡阳公莫姑 聚集五千多帐落 昆向北逃去 北魏朝廷派兵前去追击 追到莫南 杀了他们的首领 其余的百姓则迁到祭 乡 定三州成为营户 土玉魂克汗慕容慕立岩的侄子慕容韦氏 同北魏使节密谋要向北魏投降 慕容慕立岩杀了他 这个月慕容韦氏的弟弟慕容赤立岩等八人投奔北魏 北魏朝廷封慕容赤立岩为归一王 举渠无惠去世 其弟举渠安州代替他为王 北魏进入中原以来 虽然也常常使用古代礼仪来祭祀天地 祖庙和各种神灵却仍在严寻旧有习俗 祭祀的湖族神很多 司徒崔浩请求只留下符合祭祀典章的57所寺庙 其余重复的寺庙和过小的神之都取消 北魏国主同意他的建议 秋季七月鬼卯初十 北魏东庸州刺史举曲饼图谋造反 被朝廷处死 八月以丑初三 北魏国主拓拔道去河西狩猎 上书令古币留守平成 拓拔道下诏让古币将肥壮的马送给打猎骑兵 但古币提供的却全是瘦弱的马 拓拔道勃然大怒说比头奴胆敢对我的赵令打折扣 我回去先折了这个奴才 古币的头长得很尖 拓拔道经常把他的脑袋比作比尖 古币的属下官员恍然恐怖 唯恐自己受牵连被杀 古币却说我身为人臣 不让人主沉免于游玩狩猎之中 这个罪过是小的 如果不预防国家出现的不测之事 是国家缺少军队所用的物资 这个罪过才是大的 现在如如正处于强盛时期 南方贼寇还未消灭 我把肥壮的马攻军队所用 瘦弱的马攻打猎所用 这是为国家做长远打算 虽然被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这一切是我一个人所做的 你们不要担心 拓拔道听说后 感叹说我有这样的臣子 是国家之宝呀赏赐给古币一套礼服 两匹马和石头鹿 又一天 拓拔道再次去山北打猎 捕获了几千头迷路 拓拔道下诏给尚书 让尚书派出五百辆车来运送迷路 拿着赵书的信使已经走了 拓拔道对左右将士说 比头工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 你们不如用马来运送 说完他就回宫了 拓拔道刚走了一百多里 就收到古币的奏表说 今年秋天古碎下垂 而且颜色金黄 桑麻大豆遍布在田野里 也诸野鹿偷吃 飞鸟大雁啄食 家之风吹雨打 这样损耗早晚就会相差三倍 其请允许推迟延缓运送迷路 以便把骨子尽快收割运送完毕 拓拔道说 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 比头工可称得上是国家栋梁之臣了 北魏国主拓拔道派援外散其长室高纪 去刘宋探访 悟臣 初六 刘宋朝廷任命荆州刺史 衡阳王刘义记为征北大将军 开府宜同三司 河南衍州刺史 南桥王刘义轩为荆州刺史 当初 文帝认为刘义轩没有什么才能 因而不用他 姐姐惠姬公主总是替刘义轩说话 文帝才不得不用他 正是赵令下达之前 文帝先给他下了一份手照 告诫他说 师傅刘义记在西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近来表奏要求回来 现在我打算答应他 让你接替他的职务 师傅虽然没有特殊的成就 但他洁身自好 简朴廉政 胸怀宽广 待人诚实 不骄纵属下 因而其声明在西部广为传颂 被士族和平民所拥戴 监察论证的人才 没有提出掉他离任的动议 现在我换了你 还是因为你跟师傅辈分一样 想试试你们各自的能力 你去西边 假若有一件事处理得不如他 就会同京畜一带 产生隔阂 击刺我换人不当 将责任归于我一身 对这个差事你也不过就是努力治理 谨慎为之罢了 不能让别人又来指指点点 说出别的话来 刘亦轩到了他的驻地 勤勉严格 各种事务做的也很有条不紊 耕臣 十八日 刘宋惠姬长公主去世 土月魂的慕容赤利言等 请求北魏朝廷出兵讨伐 土月魂克罕慕容慕利言 北魏国主派晋王拓拔弗罗都统各罗大军 袭击慕容慕利言 九月 贾臣 十二日 刘宋朝廷任命举去安州为都督良 和 杀三州诸君士 梁州刺史和和熙王 定位十五日 北魏国主前居莫南 准备袭击柔然 柔然赤连克汗远远逃走 于是停止 不久 赤连克汗去世 他的儿子玉酒驴土贺真继位 号称处罗克汗 北魏晋王拓拔弗罗到达乐都 带领军队从小路袭击土玉魂 到达大木桥 土玉魂克汗慕容慕利言 非常惊恐逃到了白兰 他的侄子慕容石银逃奔河西 北魏军队杀了五千多土玉魂人 慕容慕利言的堂弟慕容福念等人 率一万三千多丈落向北魏投降 冬季十月吉某十七日 刘宋任命左军将军徐穷做衍州刺事 大将军参军申田为冀州刺事 江衍州的治所迁到虚昌 冀州治所迁到了立夏 申田是申魔的弟弟 12月北魏国主回到了平城 这一年 沙州牧李宝来到平城 朝见北魏国主 北魏朝廷把他留在了平城 任命他为外都大官 刘宋太子率更令和成天撰写原家心力 承报给文帝 他认为从月昆十时 日月相对的关系就能知道太阳的位置 他又用中星进行检查 测出地遥时期冬至这天 太阳位于虚拟星十度之处 现在在斗星十七度的位置上 和成天还测量了日影 以此来校正冬至和夏至 最后测出有三天多的误差 他认为现在的冬至太阳 应该在斗星十三四度的位置上 于是他改定新的历法 将冬至往前移动了三天零五个时辰 太阳从他现在的位置上 向原来的位置上移动了四度 又由于月亮运转或快或慢 把原来的历法中的初一和十五拿来对照 发现月时并不在初一和十五这两个日子上 现在他全部用每夜天数的多少来推出润月 以此调整了初一、十五的位置 文帝下诏交给宫外其他大臣详细考察 太史令前了之等上奏 认为这一切都和何成天所讲的一样 但是何成天立法的月份 有一连三个月都为大月 一连两个月都是小月的情况 比起旧立法来差异较大 更加有谬 认为还应该使用旧立法 文帝下诏同意 原家二十二年 已有公元四百四十五年 春季、正月、新卯朔、初一 刘宋开始使用新立法 当初西汉京坊将十二音律中的钟律、上升、黄钟 凡没有超过九寸的都改到六十音律 前乐之右把它扩大到三百六十音律 每日使用一种乐器 何成天提出见解 认为上下相升 于三分之中增减其一 是古人所用的简便异形的方法 如同古代立法中的能见到的天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中的一个单位 但京坊却没有明白其中的真意 而把它错误的定为六十 于是 何成天改设新的音律 林中长六寸一离 便从钟吕回到黄钟的位置 每十二绿吕又回到第一音级 生运毫无损失 仁臣 初二 刘宋文帝任命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士 文帝想要收回官和一带北方土地 因此让刘骏去镇守襄阳 北魏国主让散其长室宋来刘宋探访 二月 北魏国主来到上党 西到土经 征讨并迁移叛变的胡人 将他们发配到各郡县 假虚 十四日 文帝立皇子刘为东海王 刘厂为一阳王 三月更深 遗物 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北魏朝廷下诏说 所有有疑问的诉讼案件都交给钟书 钟书凭借荆棘的义礼来衡量裁决 夏季四月 更须 遗物 北魏国主派遣征熙大将军高梁王拓拔纳等人 在白兰袭击逃亡的土玉魂客汗 慕容慕丽言 秦州刺史戴军人封赤文 安远将军以乌头 再喊向慕容慕丽言的侄子慕容石规发起了进攻 河西灭亡后 善善人认为自己的土地与北魏相邻 大为京剧 说 如果允许北魏的使节到我们这里来 知道我们的虚实 我们会很快灭亡 于是将与北魏相通的道路全部封锁 北魏的使节来往经过这里 他们就抢劫 因此 北魏与西域隔绝了几年的时间 北魏国主派散其长室万渡归率梁州以西的士族攻打善善人 六月 仁臣初五 北魏国主到北方巡视 文帝计划讨伐北魏 他先撤销南欲州 将其归并到欲州 任命南欲州刺史南平王刘朔为欲州刺史 秋季七月 几位初二 刘宋文帝任命上书扑射梦为左扑射 中护军和上支为右扑射 刘宋武陵王刘骏将到襄阳镇守 此时免水两岸各蛮族仍然以打架结社为生 水路交通受到阻塞 刘骏派出一部分军队 由辅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指挥突然攻协那些强盗 把他们打得打败 刘骏到达襄阳后 蛮夷人切断了他与外界联络的道路 打算攻打随郡 随郡太守河东人柳元景招募到六七百人 截击蛮夷人 将他们打得打败 各地蛮夷叛乱因此平定 共俘获了七万多人 山蛮夷势力最强 沈庆之前去讨伐 平定了那里 俘获三万多人 将一万多人迁移到了都城建康 屠古汉的慕容石规 听说北魏军将要到达汉 他放弃城池 连夜逃走 八月 丁骇初一 风斥文进入汉 将一千多户百姓迁入上 让一屋头留守喊 北魏万渡归到达敦煌 留下资重 率领清骑兵五千人向西渡过流沙 袭击善善部落 人臣初六 善善王真达反绑双臂出来投降 万渡归留下部分军队助手 他同真达回到了平城 西域之路再次开通 北魏国主到了殷山之北 下令发动每个州三分之一的兵力 在本州警戒 等待以后命令 把五千多户不同民族的居民迁移到北方边地 让他们在北方放牧牲畜 隐隐又柔然 人吟十六日 北魏高粮王拓跋那率兵到达宁头城 土玉魂克汗 慕容慕丽严 带着他的部落穿过沙漠 向西逃去 土月魂前克汗慕容慕之子慕容贝囊领兵迎战 被拓跋那击败 慕容贝囊逃走 中山公杜丰右率精锐骑兵追赶 穿过三威山 来到雪山 活捉了慕容贝囊 慕容石龟和起伏赤盘的儿子起伏成龙 全部押送到平城 慕容慕丽严于是又向西进入于田国 杀了国王 占领了该国的属地 死了几万人 九月 鬼友 十七日 刘宋文帝在武藏纲 为衡阳王刘义记践行 文帝将要离开皇宫时 他告诉儿子们暂时不要吃东西 等到达送别刘义记的地方 再射眼进餐 直到太阳吸血 刘义记还没有来到 大家饿得脸色很难看 文帝这才对大家说 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逝的环境中 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 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有饥饿困苦 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 要节俭罢了 培子也论约 太祖刘义龙这番殉道真是正确 奢华浪费产生在富足的环境中 节俭出在贫穷困苦之中 如果打算让他懂得忧困 然后成才的道理 不如让他生长在贫贱的环境中 学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 能更好地担当重任 亲身经历民情真伪 易于君临天下 太祖如若能以他的殉道为表率 就应该让他的儿子们的志向操行 受到磨炼 降低他们的官职待遇 教育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 然后再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 他们就不会懈怠 荒唐行事就可以让远近岳父 高祖刘玉打算巩固本家族的地位 对皇家墙堡中的婴儿 都封以很高的爵位 后代也遵循他的办法 先后让小孩子独阵一方 到了太史初年 生明末年 幼小亲王在墙堡中 就被掐死的动辄有几十人 国家存亡 既然不维系在那些小孩子身上 那么让他们过早的 居于万民之上的高位 实在不是好的教会 北魏民间传说一种谣言 灭亡北魏的事物 卢水湖人盖武在杏城聚众反叛 各族湖人都争先恐后的前来响应 具有不中十多万人 盖武派遣他的同伙赵婉 来到刘宋朝廷 上书请求归降 冬季 十月 雾子 初三 长安镇副将拓拔戈 率重兵征讨盖武 却战败而死 盖武的兵族越来越多 老百姓都渡过渭水逃奔南山 北魏国主征调高平赤雷骑兵 奔赴长安 命令将军书孙拔统领并 秦 雍三州的军队屯渭水之北 十一月 北魏调遣冀州百姓在今建造福桥 盖武派遣另一支部队的统帅白广平 西去新平劫掠财物 安定的各族湖人群起响应 盖武又分兵向东 劫掠临近以东的地方 北魏将军张旨把他击败 被河水淹死达三万多人 盖武又派兵向西劫掠 走到长安 与北魏将军书孙拔在渭水之北交战 结果被叔孙拔打得大败 斩首三万多人 河东蜀人薛永宗聚重响应盖武 袭击文喜 由于文喜县没有军队驻守 县令经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本县人裴郡率领各乡豪势对抗 薛永宗引兵撤退 北魏国主拓跋道 命令薛锦的儿子薛拔 就和宗族乡里百姓 在黄河边上见到阳磊 以此来切断盖武与薛永宗相联系的道路 耕武 十五日 拓拔到派殿中上书拓拔处职等人 率二万骑兵讨伐薛永宗 派殿中上书以拔 率三万骑兵讨伐盖武 派西平宫寇提统领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 盖武自称天台王 手下设置文武百官 新卫十六日 北魏国主回到平成宫内 北魏从六个州中选出二万骁勇骑兵 派永昌王拓拔人 高梁王拓拔那分别统帅 分二路杰淮河 四水以北的地方 迁移青州 徐州老百姓充实河北 鬼魏二十八日 北魏国主据西部巡查 当初 魏国人孔熙先精通文学和历史 并通晓数数有纵横天下的财气和报复 担任园外散其侍郎时 不被世人所了解 愤愤而不得志 他的父亲孔默之任广州刺史 因为贪赃王法犯罪 多亏大将军彭成王刘易康相救 才免于判刑 刘易康被贬到豫章时 孔熙先感激刘易康 决心效力报恩 而且他又认为根据天文 图称都表明刘宋文帝一定死于非命 原因是骨肉互相残杀 江州应该出天子 孔熙先感到范业心中 也有对朝廷的不满情绪 想拉范业一起来谋划 但是孔熙先平时并不被范业所看重 太子中摄人谢宗是范业的外甥 孔熙先全力以赴来巴结谢宗 谢宗将孔熙先引荐给范业 让他们相识 孔熙先家非常富有 他常常和范业在一块而赌博 他故意赌得不好 将钱输给范业 范业既爱他的钱财 又喜欢他的才华 由此二人慢慢亲近起来 孔熙先才渐渐地游说范业道 大将军刘义康果断聪明 百姓及神明都愿归属于他 但他却被罢免职务发配到南部边陲 普天之下都为他愤恨不平 小人我接受了先父的遗言 要以死来报答大将军刘义康的大恩大德 近来天下人心骚动不定 天象错乱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时运已经来到 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情 如果我们顺应上天 百姓的心愿 结交英雄豪杰 内外接应 在宫廷内起兵 而后杀掉反对我们的人 拥戴圣明的天子 号令天下 有谁能敢不服从呢 小人我愿意用我这七尺之躯 三寸不烂之蛇 建立大功 成就大事而归之于各位君子 老人家认为怎么样 范业感到非常吃惊 孔熙先说从前 毛对魏武帝曹操忠心耿耿 张温对孙权侃侃而谈 那二人都是国家的俊杰 难道他们是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 而后招致祸害屈辱的吗 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太廉洁正直 刚烈轻正而不能长期被人所容纳 老人家 您在本朝受到的信任程度并不比曹操 孙权宠信毛 张温更深 可是您在老百姓中间的名声 却远远超过那两个忠臣 想要诬陷您的人 对您侧默而逝 已经很久了 而您却要同他们 肩并肩的平等竞争 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最近 烟铁井人指一句话 刘斑就被击碎头颅 他们难道是因为 父兄之间的仇恨 或是存有百代的夙愿吗 他们之间所争夺的 实际上不过是名利 全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争到最后 双方都怕自己陷得不深 动手不早 杀了一百人 还说自己并未满足 这可以说是令人心寒 恐慌的 这难道是书读的多了 就不懂得逝世的缘故吗 现在 是建立大的工业 重奉贤明睿智之人的良好时机 在容易的时候 图谋难办的事 又安逸代替危险 而且 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做说大的美名 一个早晨举兵 就能够得到这些 怎么能放弃而不去争取呢 范叶犹豫不决 孔熙先说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事情 我不敢说出来 范叶说是什么 孔熙先说 老人家您代代清白 却不能和皇室联姻 人家把您当作猪狗来对待 而您却不曾认为 这是一种耻辱 还想要为皇帝献身 这不也是很糊涂的事吗 范叶家人品行昆布端 所以 孔熙先就用这些来激怒范叶 范叶莫不作声 造反的决心于是下定了 范叶和吏部尚书神眼之 都为文帝所信任 每次范叶仙道朝廷时 一定要等待神眼之 然后一同入宫 可是神眼之仙道 却曾经单独被文帝先行召见 范叶因为这事怀有怨气 范叶曾经一直做刘易康的辅佐 在此期间 他得罪过刘易康 但谢宗和他的父亲谢树 却都受到刘易康的后代 谢宗的弟弟谢约又娶了刘易康的女儿 谢宗现在是刘易康的纪使参军 他从豫章回到建康 向范叶伸入了刘易康对他所表示的歉意 请求范叶谅解过去的隔阂 于是 二人又像往日一样友好 大将军俯使众成祖受到刘易康的宠爱 听说孔熙先图谋反叛 于是与他秘密结交 丹阳尹徐战之平素也一直被刘易康所喜爱 所以众成祖便因此极力结交奉识徐战之 并把孔熙先等人的秘密计划告诉了徐战之 倒是法略 尼姑法境都感激刘易康的救恩 也跟孔熙先来往 法境的妹夫许妖在宫廷中率领禁卫 他向孔熙先等人许诺做他们的内应 法境到豫章 孔熙先交给他一封信 向刘易康陈说图衬的含义 这样他们暗地计划部署 对于平素与他们关系不好的人 都一并列入诸死的名册里 孔熙先又派他的弟弟孔修仙 做一篇声讨的文章 言称 叛臣赵伯复自意使用武器冒犯皇帝 并对皇太子刘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此 徐战之 范燕等人不顾自己的性命 奋力挥格战斗 即日内杀赵伯复和他的党羽 现在 太护军将军赃制捧着皇帝的玉玺受贷 据迎接彭城王刘义康正式登基孔熙先认为发起大事应该用刘义康的指令告语大家 于是 范燕又伪造刘义康写给徐战之的书信 命令他杀掉文帝身边的坏人 把这封信拿给同党们看 文帝道武杖刚赴宴 范燕等人图谋在这天发动叛乱 许耀是为文帝将配刀微微拔出 向范燕使眼色 范燕不敢抬起头来看 不一会儿 宴席结束 徐战之害怕事情不能成功 就将孔熙先等人的阴谋全都报告了文帝 文帝让徐战之仔细探听事情的先后情况 徐战之拿到了他们起病的席文 以及被选入参加叛乱的人的名单呈送给文帝 文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严密搜捕追查 这天夜里 范燕被召唤入宫后就被软禁在克省内 事先已经在外面逮捕了谢宗和孔熙先兄弟 他们全部服罪 文帝又派人审问范燕 范燕还在隐瞒抗拒 孔熙先听到这个情况后 大笑着说 我们所有的丑话 讨伐习文及信件等等都出于范燕之手 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抵赖呢 文帝将范燕亲笔写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 他才将事件的始末招供出来 第二天全副武装的兵士将他们送交挺位 孔熙先见风使舵 从容到来 言辞语气没有丝毫胆怯 文帝对他的才华感到十分惊奇 派人慰问并勉励他说 昆 凭着你的才气 在集书省埋没这么久 理该有别的想法 这是我亏待了你 他又责怪钱力部上书和上之说 让年龄即将三十的孔熙先做散其郎 他怎么能不成为叛贼 孔熙先在狱中上书文帝 感谢他的恩典 并将图衬上所显示的征兆告诉文帝 特别告诫文帝要小心骨肉之间的祸变 他说 请不要把我写的这些东西扔掉 把它放在书上 如果我作奸死了以后 也许可以想起来查看 我在九泉之下 也会稍稍减少我闯下这一大祸的罪责 范燕在狱中作诗说 虽不向姬康被杀时索勤而谈 却可以向夏侯玄临行时面不改色 范燕本来以为字 挤入狱当天就会被处死 可是文帝却在彻底追查这一案件 过了二十天没有什么动静 范燕又有了生的希望 玉利嘲弄他说 外边传说太子詹氏有可能被长期囚禁狱中 范燕听后惊喜交加 谢宗孔熙先笑话他说 詹氏范燕当初是卷秀弄木 越马驰骋驰骋 顾盼自如 自认为是一代豪杰 如今混乱纷纭 却怕死到了这种程度 即便皇上赐他不死 作为仁臣而图谋皇上 他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 十二月已为十一日 范燕 谢宗 孔熙先和他们的儿子 兄弟及同党全部被杀 范燕的母亲赶到刑场 痛哭流涕则骂范燕 用手打范燕的脖子 范燕并未显出惭愧的样子 范燕的妹妹及妻妾歌妓们前来作别时 范燕却悲从心起 替泪横流 谢宗在一边说 舅舅这样做可赶不上下休旋那时的样子 范燕于是又止住了泪水 谢约没有参与这场反叛 当初他看见哥哥谢宗与孔熙先聚在一起时 常劝戒他说孔熙先这个人常常轻率从事 行为离奇 不走正路 做事果断决绝 却不检点 不能和他过于亲近 谢宗没有听从而导致身败 谢宗的母亲因为儿子和弟弟自己制造叛乱 独独不到法场上去看他们 范燕对谢宗说 我姐姐今天不来 比别人高明得多 朝廷没收范燕家产 见那些音乐器具 服饰真丸都非常珍奇华丽 歌迹妻妾们有用不完的珠宝翡翠 唯独饭叶母亲居住的房子简陋不堪 只有一个堆着木柴的厨房 他的侄子冬天没有棉被干 叔父冬天只穿一件单薄的布衣 裴子也论约 有超过常人的才能的人 一定有想一飞冲天的抱负 有超市乐俗的胸怀的人 常常不想久居人下 能够恪守道德规范 用礼教去约束自己行为的 恐怕很少 刘红仁 战 范未宗 业 都治傲而贪权 金傲自己的才能而图谋叛逆 几代留存下来的清白加封毁于一旦 平时所称道的智慧才能 反而成了他们毁灭自身的工具 丹阳尹 徐湛之向文帝告发 有很多没有陈说出来 被范叶等人在供词中牵连出来 但文帝赦免了他 不再追究 张智是张熙的儿子 曾经做徐 演二周的刺史 与范叶关系很好 范叶被处死之后 文帝调他做了一星太守 有关部门奏请文帝 削掉彭城王刘义康的爵位 将他逮捕交给廷尉定罪 丁有十三日 文帝下诏免去刘义康 及其亲属的爵位官职 全部贬为平民 从宗室中除名 将他们解送到安城郡 任命宁朔将军沈绍为安城乡 统领军队防守看管 沈绍是沈婆的哥哥 刘义康在安城 用看书来消磨时光 当他看到西汉的淮南立王 刘义康的事情时 丢下书感叹着说 古时就有这样的事 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看起来我获罪受成 也是应该的了 更须二十六日 刘宋文帝任命 前豫州刺使赵伯福 为护军将军 赵伯福是孝慕皇后赵氏的侄子 当初江东南 北郊祭时还都没有音乐 皇室祖庙虽然有祭祀时唱的歌 但也没有文 舞这二种舞蹈 这一年 南郊祭祀开始做了祭祀歌 北魏安南府和平南府 送给刘宋远州一封信 指责刘宋土地上 所设的各种乔州 大多乱用北魏各州的名称 同时 他们要求去太湖游玩寿链 远州府回信答复说 如果一定要就土地来设立州郡 那么 你们设立徐州和扬州 难道也有这块土地吗 我们又知道你们想来太湖游玩受炼 参观我们南国的风土教化 设置履底并进行装饰 由有关部门负责办理 当年呼寒邪蝉鱼到汉朝时 所使用的仪式并未废除 用来款待你们的生肉粗米 经常储存 而且丰富 原家二十三年并须 公元四百四十六年 春季 正月 更申 初六 刘宋尚书左扑舍梦被免职 悟臣 十四日 北魏国主率领军队来到东部的雍州 临近薛永宗的城堡 崔浩说 薛永宗不知道陛下您亲自前来 他们的军心一定放纵松弛 现在正是北风又急又快的时候 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赶快攻打拓拔道 同意他的意见 更五 十六日 北魏军队包围了薛永宗迎磊 薛永宗出来迎战 结果大败 他和家里人都投入焚水自杀 他的同族人薛安都在此之前聚守红农 听到这个消息后 放弃了红农而投奔刘宋 新卫十七日 北魏国主拓拔道难去焚音 渡过黄河来到落水桥 听说盖吴驻扎在长安北边 拓拔道认为魏河以北没有粮食和青草 就打算渡到魏河的南部 沿着魏河向西挺进 拓拔道问崔浩这个想法如何 崔浩回答说 打蛇的人先打蛇头 头被击坏 尾巴就无法掉动了 如今盖吴营地与我们相距六十里 派青旗前去攻打 一天就能到了 到达那里就一定能击败盖吴 打败盖吴后 我们在南下长安也不过一天 多一天的辛苦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如果从魏河之南进发 盖吴就会从容地进入北山 我们一下子是平定不了他们的拓拔道 没有按照崔浩说的去做 而从魏河南岸向长安进发 更晨二十六日军队到达汐水 盖吴众人得到消息 全都分散进入北山 北魏军队没有什么收获 拓拔道为此非常后悔 二月丙须初二拓拔道到达长安 丙身十二日到达又经过陈仓 而后返回前往雍城 所过之处凡遇到汉人 宜满与盖吴串通的人一律诛杀 以拔等各军在杏城大败盖吴 盖吴又派史杰去刘宋 城上奏表请求救援 文帝下诏任命盖吴为都督官 拢诸军事雍州刺事 封为北地公 然后又派雍 两二州出动军队驻扎在边境 作为盖吴的声援后盾 太前史杰赐给盖吴一百二十一个大印 让盖吴随时代替朝廷封刺官爵 当初林毅王范杨脉虽然派前史杰向刘宋朝廷进贡 但依旧不断犯事骚扰 他们进宪的贡品很少而且简陋 于是文帝派焦州刺事谈和之去讨伐林毅 南洋人宗世世代代都是清白的如是 只有宗欢君士 他常常说 我愿成长风破万里浪谈和之要去讨伐林毅时 宗告奋勇请求从军 文帝任命宗镇我将军 谈和之派宗前锋 范杨脉听说宋军要来讨伐 就派使节请求文帝还回所掳掠的日南老百姓 并用一万金黄金 十万金白银作为赎金 文帝给谈和之下诏说 如果范杨脉真的有这么大的诚意 应该允许他归顺谈和之到达诸武术 派府护曹参军将仲基等人前去拜访范杨脉 范杨脉却把他们抓了起来 于是谈和之率兵包围了林毅将领范福龙所驻守的驱速城 范杨脉派他的大将范皮沙达前去营救 宗悄悄派兵迎击范皮沙达把他打得大败 北魏国主拓跋道同思喜崔浩都很尊重信任叩千之 也信奉叩千之的道教 崔浩向来就不喜欢佛教 经常向拓跋道禁言 认为佛教虚幻荒诞 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 应该全部灭掉 拓跋道讨伐盖吴 后来到长安 进入一座佛教寺院 和尚让拓跋道的侍从将官们喝酒 拓跋道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居住的房里时 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 出来告诉了拓跋道 拓跋道勃然大怒 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 他们一定是同概物相通 想作乱的 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 查封寺院的财产时 又发现酿酒的工具及周具墓首 妇人们所寄藏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 又发现和尚挖的地下密室用来藏匿妇女 崔浩因此劝说拓跋道将世上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 毁掉各种佛经佛像 拓跋道接受了他的建议 寇千知极力劝阻崔浩 崔浩不听 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 焚毁佛经和佛像 并下诏给刘台 让他通令全国 按长安诛杀和尚的办法去做 诏书上说 从前厚瀚荒淫无道的昏君 信奉迷惑人的又假又邪的神 来扰乱天道常规 这是自古以来 在九州之内未曾发生过的事 夸张荒诞的大话 根本不符合人的常情常理 在国家将要灭亡时 是没有人不受到迷惑的 因此 殷家政治教化不能推行 礼意大遭破坏 普天之下 荡伐穷困都变成了荒丘废墟 我承计上天的指令 想要铲除伪善 保留真正实在的东西 恢复福西 神农时期的太平安定的社会 应将佛教全都荡除 消灭他的痕迹 从今以后 胆敢侍奉胡人所信奉的神 以及塑造这些神的泥像 同向者满门超昆斩 有不平常的人 然后才会有不平常的事 不是我 又有谁能消除这历经多少代的虚假的东西 有关部门要通告在外地征战或住所的各位将领 刺史 凡有佛像和佛经等等的东西都必须打毁焚烧 和尚不管年纪大小都活埋了太子 拓跋晃 平素就喜欢佛法 他多次劝谏 但拓跋道不听 他只好拖延时间 慢慢将诏书发下去 这就使远近寺院的和尚事先得到消息 各自想办法脱身 许多和尚都逃走藏了起来 幸免于难 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 只有在北魏境内的佛塔 寺庙全都不复存在 北魏国主将长安的工匠 巧将二千户迁到平城 回师 走到落水 北魏国主又派出部分军队诛杀以李润为首反叛的枪组部落 留宋太原人严白鹿私下进入北魏境内 被北魏抓获 要杀他 他欺骗对方说 青州刺史杜绩派他来归降北魏 北魏人将严白鹿送到平城 北魏国主高兴地说 杜绩是我外公的一家子 北魏国主让崔浩给杜绩写信 并且命令永昌王拓跋人 高梁王拓跋那率军迎接杜绩 并到历城攻伐济州刺史申田 杜绩派他的司马夏侯祖欢等人统帅军队前去历城援旧 北魏军队攻打眼 清 继三州 直打到清水东边才回来 诛杀掳掠了许多人 留宋北部边境的百姓深感不安 有些骚动 文帝对北魏的侵犯非常担心 向大臣们征求意见 御史中城和成天城上奏表 认为大凡防备匈奴侵犯的计策不过有两种武将想尽征伐作战的办法 如是却主张利用和亲的办法建立户部侵犯的关系 现在想要追寻魏清或去病的做法 自然就非要在淮河 似水流域扩大农田面积不可 并使清州徐州内部力量充实起来 老百姓有风营的存储 田野里有积存起来的骨子 然后发动十万精兵 一举荡平一满 就不是什么费力的事了 如果仅仅是想派兵追击讨伐 报复其侵犯暴虐的仇怨 他们一定会轻装逃走 不肯与我们正面打一仗 白白的浪费巨大的财物 而他们却无丝毫损失 这种互相报复的征法 从此将不会停止 这是最下等的办法 安定边境 巩固边防才是长远之计 我私下里认为 曹操、孙权之所以能各霸一方 是因为他们才能智慧势均力敌 长江、淮河之间地带 各自有数百里没有人家居住 为什么? 因为那是各自戏探出没的地方 而不是耕地放牧的地方 因此,兼毙、清曰等待他们的到来 整顿士族、修缮兵器 以抓住他们的弱点 保护老百姓 维持国家领土的完整 不会超出这条途径 简要归纳说来 办法有四项 一是将住在远处的老百姓 迁到附近来 现在青州 远州的当地百姓 和冀州新归附的人 在边界上住有三万多户 可困已将他们全部迁到大县的南边 以此来充实境内的力量 二是多多修建成艺 让新迁来的人家有房子住 一个城堡内有一千户 能够参加战斗的人 不会少于二千 剩下那些老幼病残的 还能登到城堡上 呐喊驻站 这样一来 足能抵抗住寇贼三万人 三是将百姓使用的车 牛鞭牌搭配起来 用来拉粮食 武器 合计一千户的财产 不少于一千头牛 五百辆车 将他们放在一起 相互搭配好 用来保护众人 即使城池不牢固了 还可以从平地进入险要地带 这样一来 贼寇就不能再进一步干饭了 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 临时聚众 两页就可以聚合好 四是计算士族数目 准备武器 一个城池大致要有二千名士族 按照他们各自的长处 发给他们不同的气线 使他们每个人都有武器 平时进行军事训练 让他们自己刻上记号 练习完毕后 将武器交回到军库内 统一保存 出战时就把他们拿出来 自己将它磨好 在民间不能得到的弓箭 和锐利的铁制武器 官府应该逐渐补充齐全 几年之内军事等方面的准备 就可出具规模了 附近各军军队要到很远的清水 集水驻扎 废事废财 哀怨和叹息也会更深 依我所见 不如用当地的老百姓更容易些 现在我们应该按照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准则去做 引导并统帅他们 这样兵力强盛就没有敌扣进犯的忧虑 国家富强了 而老百姓并不劳苦 同原来免除士族的赋税 只是做吃粮食相比 事不能相提并论的北魏金城人编故 天水人梁慧和秦 以两地杂居的老百姓一万多户聚首上东城 起来造反 他们的攻势直逼西城 秦一二周次使风志文抵抗并击退了叛乱者 第一枪两族一万多人 修官图各部族两万多人都起兵响应编故梁慧 风志文迎击编故把他杀了 其余造反的人又推举梁慧做他们的领头人 同风志文相对抗 夏季四月假申初一北魏国主到达长安 丁魏二十四日留宋实行大赦 仇持人李红集结百姓自称应该做王 梁慧向堤王杨文德求救 杨文德说 梁慧不能同行并利 如果一定需要我帮忙 你应该先杀了李红 于是梁慧又骗出李红将他杀了 并把李红的头颅送给杨文德看 五月鬼亥十一日 北魏国主拓跋到派安峰公驴根率领骑兵奔赴上 还未到达梁慧就已放弃上东城逃走了 梁慧文事先就在外围挖好了几重壕沟 然后派兵严加防守 两军在这里搏斗 从夜里一直杀到第二天早晨 梁慧文说 贼人知道他们没有活路 同我们以命相拼 杀死和杀伤了我们很多士族 我们不容易战胜他们 于是 梁慧文高举起一块白虎帆 大声告诉梁慧部下 投降的可得到赦免 梁慧部众立刻崩溃 封赤伦分别派兵讨伐 结果将这次造反全部平定了 绿阳人王元达集结民众屯居于松多川 封赤伦又前去讨伐 平定了他们 北魏叛民领盖武收集残余部众屯居姓城 自封秦帝王 声势又高涨起来 北魏国主派永昌王拓跋人 高梁王拓跋那都同北道各路军队前去讨伐 谭和之等人攻下驱速 斩了范福龙 并乘胜追击到象浦 林义国王范昆扬脉 发动全国兵力出来迎战 把马匹的锐甲 劈到大象身上 象战前后望不到头 宗说 我听说外国有狮子 它的威严可以使百受顺从 于是他们制造了许多狮子形的东西 与大象相对峙 大象果然被狮子惊吓逃跑 林义国军队大败 谭和之于是攻占了林义国 范阳外父子赶紧逃走 刘宋军得到叫不上名字的财宝不可胜数 宗没拿一件东西回家那天 他的穿着仍很简朴 六月 鬼魏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假身 初二 北魏出洞计 湘 定三周二万兵 囤住长安南山各个山谷中 防备盖无败后 窜逃到别的地方去 丙须 初四 又出洞司 优 定 继四周十万兵 修筑京畿外围的要塞 这一工程东起上谷 西到黄河 绵延覆盖达一千里 刘宋文帝下令修筑北堤 建造玄武湖 在华林园建造景阳山 秋季 七月 新卫 二十日 文帝任命散其长室杜坦为青州刺事 杜坦是杜绩的哥哥 当初晋朝名将杜玉的儿子杜丹 为躲避晋朝战乱迁移到河西居住在张氏那里做官 前秦攻克了梁州后 杜家的子孙才回到关中 刘宋高祖灭了后秦后 杜坦兄弟跟着高祖渡过长江 此时江东的王谢几个家族正处于兴盛时期 晚来的北方人就受到歧视 朝廷把他们看成是从北方荒凉之地来的香巴佬 即便有才能可以任用 也不允许在朝廷中担任清贵之官 文帝曾同杜坦谈论过今日 说 遗憾的是 现在世上再也没有今日这类难得之才了 杜坦说 假如今日生活在今天 让他去养马都忙不过来 哪里还能为人所知呢 文帝脸色大便说 你为什么认为朝廷对人太薄了呢 杜坦说 请以我自身为力 我原来是中华的豪富旺族 因为近世作乱 不得不迁移到梁州居住 世世代代承袭官职 并没有因为迁徙而受到削减 可是 如今仅仅是因为我们渡江难晚了些 就把我们排斥为边缘的粗野之人 今日是匈母人 身为朝廷马厩管马之人 却能越籍提拔做到了内侍 而且与其他名才贤士们相并令 如果像现在这样 即使盛名的朝廷再次选拔贤财 恐怕也不一定能轮到我的文帝听罢 莫不作无声 八月 北魏高粮王拓跋那等率将士击败盖吾 俘获了盖吾的两个叔父 将士们想要把他们押送到平城 镇守长安的大将陆旗说 长安险要坚固 风俗豪爽强悍 和平时期都不应该被忽视 何况正是在战乱之后呢 现在如果不杀了盖吾 长安的战乱就不会停止 盖吾如今一人潜逃数窜 不是他的亲信 谁能把他抓获呢 如果留下十万人去追捕盖吾一人 也不是长久之策 我坤问不如私下里释放盖吾的叔父 同时也赦免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盖吾 这样我们一定会抓到盖吾 众将领都说 现在盗贼党羽已经溃散 只有盖吾一人逃走了 他能逃到什么地方呢 陆奇说 各位没有看见过毒蛇吗 不斩断他的头 他还能去伤害人 盖吾天性凶狠狡诈 如今如果得以逃脱 一定会宣称做王的人不会被杀死 以此来迷惑愚昧无知的百姓 这样一来 给我们造成的祸患会更大 众将领们说 你说得很对 只是俘获了贼寇不杀 反而放走 假如他们不再回来了 谁来承担这一罪过呢 陆奇说 这一罪过 我替各位承担 高粮王拓拔那也认为 陆奇的计策是正确的 于是赦免盖吾的两个叔父 同他们定下返回日期后 就将他们放走了 到了约定的日期 盖吾的两个叔父没有回来 各将领都怪罪陆奇 陆奇说 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机会下手罢了 他们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几天后 盖吾的叔父果然拿着盖吾的头回来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平城 用昌王拓拔人讨伐盖吾与党 白广平和陆纳罗 都平定了 北魏任命陆奇为内都大官 正巧又赶上安定的卢水活人 刘超等人 急剧一万多人造反 北魏国主拓拔道 因为陆奇的威力和恩德 在关中都很有名 又加授陆奇为都督秦 拥二州诸君士 镇守长安 拓拔道对陆奇说 关中接受我们的教化还没有多长时间 我们的恩德信誉还没有树立起来 因此 那里的官吏和老百姓几次发动叛乱 现在 我把重兵交给你 刘超等知道后也必然会齐臂协力 共同把守想要抗拒你 他们不是很容易就攻取的 我们派的兵少 不能制服贼寇 你应该自己谋划策略 取得胜利陆奇一个人 骑马到长安去镇守 刘超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非常高兴 他们认为陆奇不能有所作为 陆奇到了那里后 以事情的成败 生死存亡的厉害来劝导刘超等人 还以娶刘超的女儿为妻作诱儿 通过与刘超联姻 而达到招纳刘超归顺的目的 但是 刘超却自视他手下人多 还是没有归降的意思 于是 陆奇就带着他的侍卫将领 亲自去见刘超 刘超派人前去迎接 对陆奇说 你的随从士族超过三百人 我们就用弓箭战马来对待 如果不到三百人 我们就会用美酒佳肴来款待 于是 陆奇就带了二百名骑士 到了刘超那里 刘超戒备很严 而陆奇却只是纵酒豪言 直喝到鸣顶大醉才返回自己的驻地 不久 陆奇又挑选出五百名赶死士族出外狩猎 顺便到了刘超所在的军营 他要求士族们说 发动攻击的时间应该以我喝醉的时候为限 刘超款待了陆奇 酒喝了一会儿 陆奇表面上假装大醉 跳上马大声呼喊 亲手斩了刘超的头 他手下的士族应声而起进行狙击 杀死杀伤刘超将士一千多人 于是平定了那里 拓拔道将陆奇召回平城 封他为外都大官 这一年 土玉魂韩国又回到过去的土地上生活